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遭受到意外的事故 造成了殘肺 你要怎么面对你接下来的人生 这画面上乐观堪朗的81岁潘老先生 连续遭受到两次的意外 造成一条腿殘肺结肢 但是他却没有因为这样而丧失了意志 却在门楼差不多要整个月 之后就回来了 上去天宿到便宜 还要住两年多 最困难吃的部分是很困难 现在是困难 我们还要运动 我们还没有运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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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常生活当中 他喜欢自己到田里 整地 种菜 完全不夹他人之手 还把收成好的青菜送给了友人 就是他对人生那个 然后看得很开 然后对生活要求又很简单 什么都记得刚说 阿公来了 我帮你做 他说不用啦 我自己来 在朋友的眼中 他比正常人还要开朗乐观 都说是大家的好榜样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他反而不放弃生活的乐趣 重新面对人生 开创一个更不一样的世界 虽然他在这一块小小的田园当中 一个一个的动作 却让人看见他无比坚强的人生观 值得大家好好的学习 动态宣布的综合报道